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记者会上请来双人舞者示范宣布即将在6月30日与台南玉井绿色隧道举行的夏季活动爱文芒果竞赛 一万块第一名一万块第二名呢五千第三名呢三千 谈到爱文芒果的历史 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陈俊安表示 中国51年当时呢我们在玉井 我们的芒果爷爷郑汉池老先生还很年轻的时候 种下了一百颗芒果之后再种一百颗芒果 虽然呢中间呢夭折了很多 但是在他持续的照顾之下 芒果 爱文芒果终于在台湾深耕成为甜 台湾行报记者李舒凡 郭秀珍台北报道